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股市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中等收入人口突破五一大关 官方报纸报道 中国2024年的两会 经济规划主管将重点放在人工智能上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Litmotor 通过深度折扣吸引注重价格的买家 为了重新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 中国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美国将军对中国太空技术的惊人增长 发出警告 请大家收看 中国中等收入人口突破五一大关 官方报纸报道 南华早报 根据国有报纸经济日报的一篇文章 中国的中等收入人口已经超过五亿 文章称 这一群体的购买力以及城市化和技术创新 将成为推动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在房地产市场危机和外部需求下降之后 政府依靠14亿人口的消费能力来提振经济 中国2024年的两会 经济规划主管将重点放在人工智能上 南华早报 中国经济规划负责人郑善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年会前敦促国内企业发展和加速人工智能AI产业 然而由于严格的国家监管审查制度以及无法获得先进芯片这些芯片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限制 中国的AI公司现在正面临与美国竞争对手保持同步的困境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Litmotor通过深度折扣吸引注重价格的买家 南华早报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Litmotor将其C10SUV的价格从最初的目标价格下调了近20% 该车辆配备了自动驾驶技术和数字座舱面向中等收入消费者 Litmotor的首席执行官朱江明表示 降低价格是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 C10是Litmotor面向全球市场的第一款车型 将从2024年第三季度起出口到欧洲、亚太地区、南美和非洲 为了重新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 中国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南华早报 中国证券市场必须进行重大改革 以重新赢得投资者的信任 据战略传媒有限责任公司的负责人詹姆斯·大卫·斯佩尔曼表示 这些改革包括财务报表更加透明 更严格的监管以及对地方所有权的更少控制 然而斯佩尔曼警告称 如果北京的共同富裕政策扼杀了金融创新 并扫除了自由市场原则 这些改革将失败 他还强调了加强监管监督 改进风险管理机制 以及升级市场基础设施和交易系统的必要性 最终 中国必须解决公众的信任和信心问题 以吸引国内外投资者 美国将军对中国太空技术的惊人增长发出警告 南华早报 中国正在迅速扩展其军事太空能力 并可能对美国的陆地和轨道利益构成威胁 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史蒂芬 惠庭将军表示 他告诉美国参议院武装服务委员会 中国正在努力成为一个重要的全球军事力量 扩大其远程火力 并提高其陆地部队的精确度和射程 惠庭表示 中国在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惊人的增长 并专注于监视 追踪和瞄准美国和盟友的部队 中国国防部回应称 美国利用其他国家的威胁来扩大自己的军事力量 中国创纪录的低收益率闪烁着通缩的警示信号 日经亚洲 中国十年期政府债券的基准收益率 已降至创纪录的低点 周四达到2.341% 低收益率是由通缩压力和低迷的房地产市场造成的 这些因素拖累了通胀 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提振股市 但固定收益市场的收益率却下降了 30年期和10年期收益率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 这表明通缩压力和人口减少 已经削弱了人们对长期高增长和高通胀的希望 中国C919反映了规避美国限制 提升供应链的目标 南华早报 中国航空航天制造商 中国商用飞机公司COMAC 正以其C919载体客机 瞄准东南亚不断增长的航空市场 该地区与中国的强大贸易联系 以及预计的役后航空旅行复苏 使其成为COMAC在国内市场之外的主要目标 该公司计划在越南展开为期两周的营销活动后 在老挝 柬埔寨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进行飞行示范 分析师表示 COMAC需要投资于能够为其飞机提供维修服务 并生产更广泛的飞机产品 以获得更多订单 中国宇航员修复天空空间站上的损坏太阳能电池板 南华早报 中国载人航天局宣布 中国天空空间站的宇航员已完成该设施的第二次太空行走 修复了受损的太阳能电池板 宇航员唐宏波和江新林利用安装在空间站外部的机械臂 修复了天和核心舱的电池板 唐盛杰留在舱内与地球上的科学家协调工作 修复任务耗时8个小时 宇航员还对空间站的表面进行了检查 天空的柔性太阳能电池板为空间站宫殿 神舟17号航组计划于4月返回地球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也是您的观察员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 首先 中国的中等收入人口突破了5亿大关 这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其次 中国的经济规划主管将重点放在人工智能上 但中国的AI公司面临着与美国竞争对手保持同步的困境 此外 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Litmotor 通过深度折扣吸引注重价格的买家 另外 中国的证券市场需要进行重大改革 以重新赢得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 此外 中国的太空技术增长让美国感到担忧 并可能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 最后 中国的低收益率和通缩压力 引发了人们对高增长和高通胀的希望减弱的担忧 根据这些新闻 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 中国的中等收入人口和消费能力的增长将推动经济增长 但中国的AI和电动汽车行业需要克服一些困难 同时 中国的证券市场需要进行改革 以吸引投资者 中国的太空技术发展令人印象深刻 但也引发了国际竞争和安全问题 最后 中国的经济面临着通胀压力和低增长的挑战 需要采取措施稳定经济 这些都是我对这些新闻的观点 现在我非常期待听到你们的想法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设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f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小语 优优独立新型媒体人 身材团队